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都通过手掌上的一些特殊纹路了解自己的财运 命运 事业运及健康等等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除了掌纹之外 人们通过手腕上的那些线 有的人以为是皱纹 也能看出你的健康以及未来的人生走向 是不是特别不可思议呢 接下来就跟小编一起来看看你手腕上的每条线能告诉你什么秘密吧 第一条线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这条可以看出你的健康以及大概的人生走向 如果这条线特别明显的人 恭喜你 你会有一个健康快乐的长寿人生 如果这条线有小小断成两条的朋友们 那么你要考虑一下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要让自己吃得健康 还有不要揽太多事在身上搞得自己压力很大 如果你的这条线断得不止一个地方的人 不要太担心 这只代表着你的童年会走得比别人多些困难 第二条线 财富线 会不会发财就看这条 基本上你也会有这条 如果你的这条线是平平顺顺的 没有断掉 但也没有特别深 那么就跟这条线的样子一样 你这一生的财运也会平平顺顺 或许不是超级富贵 但绝对是能让你用钱不求人的 如果你这条线特别明显 那么你生命中会出现许多能致富的关键机会 可要好好把握呀 如果你这条有断掉的现象 那么你真的要好好规划理财一下了 因为这代表你很容易会有一些财务上的纠纷和问题 第三条 名人线 原来明星们都有这条 上面两条基本上是大家都有的 但是这一条可不一定哦 如果你有这条线的朋友 而且还是中间没有断掉 真的是一条从头连到尾的线 那么他会是一个超有影响力的人 不管是在你的生活上还是职场上 会成为那种被人记得很久的人 第四条 神秘线 有这条线的人 你很有子孙福 不过命理学家也有说 这些身体上的纹路是能告诉你先天的秘密 但是后天的作为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 所以如果你先天条件优越 那么后天你就寻着这些线索去努力 快看看自己的手腕上有没有这些特殊的纹路吧 也可以看看身边的朋友们手腕上的纹路情况哦 但大家一定要记住 看相只是对你的个人运势有一个参考 绝不能一味地迷信于它 任何情况下都需要自己努力去充实自己的生活的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有好的建议 欢迎留言评论 下期再见